我再稍微再重複讲一次 我们这一张 我们量子物理的 有时候叫波动力学 波动力学它一般的特性 那我们在前面所讲的是特殊的例子 一个是一度空间的 简单的胃能 还有简学运动 那我们这一张要讨论的是一般的性质 那我们首先从 在富士亚修 shoulding equation的话是牵涉到 时间跟空间的微分 那假如是在 未能是跟时间无关的话 我们就可以 我们可以利用分离变数法 利用分离变数法 把那个写成是空间部分的波凡数 跟时间部分的波凡数 然后空间部分就变成怎么样 就变成是一个 跟时间无关的shoulding equation 那我们知道shoulding equation是包括 动能部分 胃能部分 然后动能部分是牵涉到微分 所以这是一个微分方式 如果我们学过微分方式知道 你们以前 其实你们以前都学过了 就这个微分方式来说 能量是不是在认 是不是认一指的 能量不是认一指的 只有某些特殊的能量 这个equation才有解 这样坚持吗 那这些特殊能量我们叫什么 对叫Iron Value 然后每个特殊的能量 所对应的互凡数 对应的解我们叫什么 叫做Iron Function 这样知道Iron Function 跟Iron Value的意义了 那我以前跟你讲过 这组函数 对 过成一个完整集合 这组函数过成一个完整集合 那我们再复习 什么叫完整集合 要注意 我注意前面这个条件 任意 任意一个函数 要注意 你们要把这个函数 跟这个要能够怎么样 要能够分辨 这是不同的东西 任意函数 都可以展开从什么 展开从这种完整集合的什么 的线性和 所以我们就这样写 这是你们书上的五字七的 你们书上五字七式的 以前讲过 完整集合 有可以分两种 一种是怎么样 一种是不连续的 一是不连续的 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包括一的连续的 那这两种情形 我们把它合并起来 就可以这样写 这是不连续的能阶 这是连续的 这是discrete 这叫continuum state 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例子 有些情况 有些情况是只有这个没有这个 这样清楚吗 在什么例子 没有这个 我们以前不是解过好几个例子吗 对不对 那叫什么 对 无限未能阶 这样清楚吗 在无限未能阶的情况下 没有这一部分 只有这一部分 那在 用另一种方式来讲 在无限未能阶的情况下 这个波环数有什么特性 它局限在哪里 局限在一个空间里 不会延伸到无限大 换句话说 这一类的波环数 它不会延伸到无限大的 这样清楚吗 这种波环数是怎么样 是延伸到无限远的 这样清楚吗 你可以这样分了 那什么 我们前面解过的例子 解不过的前行的 什么例子 这两个都有 还记得 如果能量 如果能量在这里的话 属于哪一个 属于这个 如果能量在这里呢 能量在这里呢 属于这个 因为它破环数 延伸到无限远去了 那在这里 破环数只在哪里 只限制在这里 所以是属于这一类的 这样可以吗 所以就这个例子来说 两个都有 这样清楚没有 OK 那这个解呢 这个解就是我 对这个例子来说 我给你的习题就在解这个 那这些破环数有它的特性 这些破环数有它的特性 对这两种来说 破环数我们知道要皈依化 我把它写在这边 我把它写在这边 我们再看归一画 那我们再分成两种 一种 不连续的 就是能量不连续的 它的规划怎么写呢 规划加上 加上 那个 这是 这是 这两个都是 discrete 两个都是不连续 那这等什么 还去等data Chronic data OK 对 这是不连续的 第二个 第二成型呢 在continium 就是连续的state 我们来写一下 等什么 还去 哪个同学记得了 我们有讲过 就是不连续的能力 我们那时候又是用动能 动量 我以前是用动量来表示 其实你可怕换成能量 以前我们用是这个 以前是这样用的 这样清楚吗 那我们知道P跟E 是什么关系 P跟E是有特定关系的 这样清楚吗 所以这种学法 跟那个学法是一样的 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 以前我跟你们解过这个 你们再复习一下 这是那个 连续的 然后如果 第三种情形 如果E呢 是discrete 这会是多少 这边不是有两个E吗 这个一个是在怎么样 是不连续的区域的 这个E呢 是在连续的区域的 这个是多少 就是说 在两个不同区域的话 它是osogono 其实osogono 简单讲说 它没有关联 就两个破完是没有关联 这样清楚没有 不清楚 不清楚 不完是就这 我举刚刚那个例子 这是不连续的区域的话 这个堆呢是U2嘛 这堆呢是什么 U1嘛 这个例子就是说我这样取这个 U2 就一个是这个破完数 一个是这个破完数 这基本上是0 因为它是osogono 这样比较清楚 一个是在底下 一个是在上面的 那这个呢 是全部都怎么样 这两个都全部在上面的 这两个都全部在怎么样 全部在下面的 那这是 这是一个在下面 一个在上面 这样清楚吗 那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 下一步我们就要 要怎么去把这细数 把这细数算出来 把这展开细数 对啊 提到展开细数 你们书上是用这个名称 那我看我在审核那个 导师班的真实的那个写的报告 他们把这 你们书上就用这个字 用这个英文字 这个英文字你们就翻 对啊是展开 但是有很多同学说是什么 是扩充啊 在这里怎么能够翻成扩充呢 这是展开 这要翻成展开 那这是展开细数 然后底下我们来看 怎么样求着展开细数 我们用这个式子好了 我们用这个式子 对啊 我们把这个式子 我们用这个乘 对啊 我们乘下这个函数 这是 我用m好了 这是一个整数 这是其中一个整数 我们用这个乘下这个式子 然后怎么样 再做对dx积分 所以我们就得到 这边我稍微跟您提醒一下 这个积分是从哪里 从哪里到哪里 右边这个积分从哪里到哪里 假如是这个例子的话 假如是这个例子的话 从哪里到哪里 这条线是多少 这条线是多少 这条线是等于0 所以从哪里到哪里 从0到无限大 假如是这个例子的话 这样清楚吗 就从连续态的最低能量 到怎么样 到无限大 有没有 想不想我讲一次 这底下是 是属于这边吗 这条线上次才是多少 才是属于这里的吗 这条线 这条线能量是多少 0嘛 所以从 所以这边是我们的0开始 假如是这个例子的话 反正这边是怎么样 这连续态的最低能量 我可以写一个 或者要这样写好了 我写一个EC 这是continuum的最低能量 这样清楚吗 我就不用写了 EC是连续态的最低能量 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边就写EC好了 那我们看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等于什么 等于在这里 不连续态 所以这边等于什么 等于 等于 我写MN好了 然后再加上什么 这项积分等于多少 用到哪里 这项在这里 一个是不连续态 一个不连续态 右边这个是连续态 所以这是 所以是这样 所以是这个 不要忘了 我用整数表示 我用整数表示 表示是不连续态 我才可以变号 因为不连续我才可以变号 所以这等于什么 等于CM 就是说我要得到不连续态的话 我要得到不连续态的展开细数的话 我就乘上怎么样 乘上我要的那个细数 要那个状态的破坏数 然后做积分 就得到它的细数了 到这部有没有问题 我们把CM解出来 这不连续态的 那么我们再看连续态怎么做 连续态一样的 我们把这成 对不对 我把它换成 这是连续态的 那这边的话 我就把它换成这 这样对不对 然后这 EC就是连续态的最低能量 清楚没有 OK好 来我们 那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等于多少 对属于这边的 所以这个积分等于0 这个积分 我们看 这个积分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 所以不是0 所以得1 然后C 1 然后 Data 1 减掉 这得等于什么 我想Data Data函数我们讲过了 就把这个函数换成什么 换成E prime 所以得到 所以我们得到什么 连续态的怎么样 连续态的展开叙数 两种情形都一样 两种情形说 我们要得到哪一个 哪一项 哪一个状态的展开叙数 我们就把它 乘向它的I跟方形 然后做怎么样 做积分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了吗 那我们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这个展开叙数 我们已经 怎么样求 我们都已经讲了 怎么样得到 这些展开叙数 那这些叙数 当然数学上 是这样算的 那我们看 还记不记得 我们 这个展开叙数的物理 意义还小不小 还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讲过 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展开叙数的物理 是什么 它的绝对值平方 是什么 就是说你测量这个系统 测量这个系统的能量 因为我们这些 都是牵涉到 海明通量 对不对 因为这些函数 都是海明通量的 怎么样 海明通量的 I跟方形 那海明通量是什么 海明通量就是能量 所以当我们测量 能量的时候 我们测量到 这个能量的 什么样 的厚然率 它绝对值平方 绝对值平方 就是我们测量到 这个能量的厚然率 这样会有没有 OK 以下我们要讲的 就是说我们要 后面就是我们要用很多 以后你们看书 要用很多符号的 我们通常在 样子物理里头 我们可以用向量 可以用矩阵来表示 我们可以用向量 来表示一个状态 来代表一个怎么样 来代表一个 波函数 或者状态 我们可以用矩阵来代表 怎么样 来代表一个 一个物理量的算符 那第一步 当然我们先要定义 这些向量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算 或者是矩阵 是什么样的意思 底下我们就要讲 这个观念了 我们用向量 来表输一个 波函数 或者是一个状态 那我们怎么用 向量来表输 的话我们用怎么样 我们是用一个 quorum 这是一个矩阵 一乘一乘的矩阵 来表输怎么样 表示一个向量 我们先简单的复习 要视觉好了 这是我们平常 在表示位置向量 是这样表示的 对不对 但我们也可以用 这么去表示 我们也可以这样表示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 来表输向量 这向量是什么 这三个单位的 怎么样 单位的向量 的核 那这三个单位向量 对不对 然后我们前面 乘上这个系数 这样会的吗 这是我们应该都学过的 我们现在把这套数学 把这套数学 用到我们这系统来 这样会的吗 我们现在就这样用 所以我们py 可以怎么写 我们py不是 我用 我先用 我用不连续的好了 其实我们底下讲 都讲真的不连续的讲了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把问题简化了 我们再以后再一时列推了 我们先简化成 我们是只考虑怎么样 不连续的完整集合 就是右边 我们现在是针对这个 针对这个来讲 所以我就用怎么样 我就用整数来表示了 整数一二三四五六 就是代表的变号 状态的变号 或者破完数的变号 我们从n等1第一号变起 然后n就是编号 你们自己自己写的 就编号 你们知道我讲编号的意思吧 把它编号从第一号 最低的第一号 能量最低的第一号 然后往上点好 有没有问题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从e开手 然后cn 那我们这种展开式 就怎么做相加力式 是等于多少 C1然后u1加上c2u2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写的 还真清楚了没有 那这个我们可以这么写 我们可以这样表示 ce100 然后加上c201 c3001 然后一直列这 你知道我写的意思没有 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单位向量 对不起 我们用这个向量 来表示一个状态 有没有问题 在这边也告诉你们 就是说 你用一个举证来表示的时候 你必须确定 你是建立在什么样的 完整集合 你先有这个完整集合 才有怎么样 这个才有意义 这样清楚吗 要注意 这个前提 你先有这个 就是你选择好这个以后 这些才有怎么样 才有物理意义 才有真正意义 也就是你这1 到底代表什么 小不小讲一次 当我这样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我先要确定说 我这1是代表什么 这里的1是代表什么 这样清楚吗 所以我这样写的话 比方说我这个 这1乘N的矩阵 是代表第一个 第一个波环数 这是代表第二个波环数 这是代表第三个波环数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 所以我们以后 以后我们这个向量 就可以这么写的 就像这个一样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什么 C1 C2 以后我们就用这个来表示什么 来表示这个状态 或者波环数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发现以后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我们很多的计算 都可以用向量来表示 当你选好这个以后 你选择一个完成集合以后 以后的运算 物理量跟物理量之类运算 就全部可以用举证 用举证来表示 那我们先讲波环数的举证 以后我们再讲怎么样 讲那个算乎 物理量的举证 那我再重新强调一次 这些举证 你写一个举证 你必须先知道 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你这个举证是毫无意义的 小不小讲一次 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这个是毫无物理意义的 这样清楚吗 那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怎么样 用举证来表示一些 破环数之间的相乘 我们假设我们有个A状态 有个B状态 那A状态它是这样展开的 对不起 我应该这样写比较好 我写一个phiA好了 这是A状态 这是B状态 然后这个矩阵 这两个对应的矩阵 这个矩阵是代表这个状态 这个矩阵是代表这个状态 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这两个状态有没有关系 这样有没有关联 或者是它有没有正交 如果是正交的话 就是两个状态 现在积分要等多少 等于零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算这个 我们现在要算这个 就说比如说 如果这两个 这个积分如果等于零的话 比如说这两个破环是怎么样 毫无关系 也就是它正交的 那我们把那个带进去 所以我们都得到 然后再grade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PhiA 这是PhiB 对不对 都写了没有 然后我们再把它重新整理 就变成是这个 那我们知道这积分等于多少 这积分等于多少 等于data data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散绵群 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是 OK 就变成是 闪连续 OK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这个呢 这个成绩 我们可以用怎么样 我们可以用举证来表示 怎么样用举证来表示 这个成绩 我想你们都学过了 怎么表示这个 我写到 我写到这边来 都学过了 你们都学过举证 都应该就这样成吧 这样会没有 那我们看 这个以后 我们用简写了 所以以后我们就 我们用这个符号 以后我们就用这个符号 来表示了 就不用写这么一大堆东西 我这边写一个定义符号 你们知道定义符号 就是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表示这个积分 以后我们要记得 以后我们就用这个符号 来代表这个积分 要注意 有一个左边的一个右边 左边的是什么 左边的是这边的start 共和负寸的这部分 共和负寸的这部分 右边的是怎么样 是没有共和负寸 这部分 我再讲一次 共和负寸 这部分是怎么样 是谁在左边 这谁在右边 然后如果用矩阵来表示的话 这是1乘N的 一个是1乘N,一个是N乘1的 这是1乘N,我写在这边 这是1乘N的矩阵 这是N乘1的矩阵 这样会没有